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年纪,收听的是TVR新闻台,国际新闻速报,我是CRPro,今天是2010年4月8号星期四,接着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吉吉斯斯坦反政府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造成40人死亡之際,吉吉斯斯坦反对派宣布成立人民信任政府, 吉吉斯斯坦反对派领导人,前外交部长奥通巴耶娃对传媒表示,新成立的政府已经任命国防和内政部长的人选, 吉吉斯总统巴基耶夫目前行踪不明,但吉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在8号凌晨报道, 巴基耶夫已经搭小型飞机来开首都比十海黑,去到南部城市O10, 在星期二开始崩满密加通胀,官员腐败和当局逮捕反对派领导人的民众, 在吉吉斯斯坦三个城市进行示威, 吉吉斯斯坦反对派领导人奥通巴耶娃继续说, 吉吉斯斯坦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中亚国家, 该国设有一个为阿富汗美军提供后勤保障的美军基地, 俄罗斯在该国亦有一个军事基地, 普通巴耶娃就说,这些基地仍然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运作, 美国对吉吉斯斯坦发生暴力事件深感遗憾, 并敦促各方尊重法治, 美国还说,相信政府仍然掌控该国的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 莫斯科在这次骚乱中担任任何角色, 并指这次事件是吉吉斯斯坦的内政, 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 民众的抗议活动展示了他们对现任政权的愤怒, 联合国秘司长潘基文发言人指, 潘基文对吉吉斯斯坦今天的流血冲突和人员的死伤报道感到震惊, 他亦是紧急呼吁各方对话和保持镇定, 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 首都被十凯黑的枪声一直到晚上都在, 而一些商店就着火燃烧。 传媒的报道就指, 首都发生大规模的抢贴, 整百上千的示威者抢完一间铺又抢第二间铺。 而卫生部就说, 有四十人在冲突中死亡, 四百多人受伤, 反对派就说死伤人数远远不止是这样。 反对派发言人在一个佔领了的电视频道, 发表说至少有一百个示威者被打死。 反对派发言人说, 在前外加部长的领导下, 反对派已经组成一个新的政府。 而奥通巴耶娃亦都说, 权力已经落入人民政府的手中, 新政府已经任命相关的负责人, 而且尽力令局势恢复正常。 发生社报道说, 反对派领袖已经接管国家安全局, 类似前苏联的KGB。 但是反对派社会, 民主党发言人就对路透社说, 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还未有辞职。 他说, 巴基耶夫必须正式向议会辞职, 我们才能任命一个看守政府。 而路透社就引述, 吉尔吉斯的边防部门说, 该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已经关闭。 发生社就说, 美国已经停止在吉尔吉斯斯坦 军事基地的军机飞行活动。 转体看朝鲜的消息, 据北韩通讯社报道, 北韩当局判处一名, 今个年度1月非法入境的美国人 郭默斯8年的勞改。 潮中社说, 现年30岁的郭默斯来自美国波士顿, 他已经在法庭上认罪。 郭默斯在早前曾经在韩国担任英语的教师, 被指在1月25日经过中朝边境非法进入朝鲜而被捕。 在当日的庭审里, 来自瑞典的几个外交官被允许是庞庆审判。 由于美国和朝鲜是没有建交, 所以没有美国的外交人士到场。 朝鲜指控郭默斯非法入境是对朝鲜人民的恶意行为, 但是不清楚郭默斯是如何进入朝鲜。 被同事形容为, 肩成的基督徒的郭默斯当庭认罪, 他被当局判处8年的勞改, 处以7万美元的罚金。 即使被判处勞改, 但是分析人自认为在平壤智力和美国改善相边关系之際, 郭默斯很有可能, 不久就会获得释放。 而首尔的东国大学教授金庸延表示, 朝鲜不会被郭默斯勞改8年, 他说朝鲜很有可能, 终止8年的勞改判决, 但作为一个美国的友好的姿态, 将它驱逐了就算了。 郭默斯在过去一年里, 第四个被控非法入境朝鲜的美国公民, 今年2月, 朝鲜当局将去年年底扣押的美籍韩裔 全教士朴东勳释放美籍韩裔全教士朴东勳去年聖诞节 从中国境内走过冰封的桃门肛面进入朝鲜, 随即被朝鲜的边防军人捉了。 他在入境朝鲜的时候, 他将以自己的行动换醒人们对朝鲜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 但是他在获释之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承认对这个行为是深感后悔。 而2009年, 美国两个女记者李承恩和林志美, 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被朝鲜扣押了140天,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专程前往朝鲜马船, 令两名记者获得特赦返回美国。 看看澳洲的消息, 澳洲总理陆克文在4月6日, 对中国梅林心能一号, 闯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大宝椒水域, 触招一事表达了憤慨。 陆克文将心能一号对大宝椒水域的破坏, 称之为一宗令人难以容忍的事件, 并说, 国际的新能一号, 对于美丽的大宝椒水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陆克文在空中视察出示地点后, 表示目前的情况仍然非常严峻, 大宝椒仍然面临威胁。 他发誓, 如果大宝椒的海洋生物和鸟类的生态环境被破坏, 他将会严厉惩这个绍事者。 澳洲有关当局, 正在调查, 新能一号是否因为行捷径, 而偏离航道入了大宝椒水域, 而发生捉招事件。 昆士兰官员说, 紧急救援人员在登上新能一号进行检查后, 认为该船相对比较稳固, 不存在之前所说的可能断裂的危险。 昆士兰总理布莱在五号表示, 对新能一号的救援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 他亦表示, 所有救援的费用都会被算到新能一号的船主身上, 并根据有关法律, 可能这艘船就要面临100万澳元的罚款。 转提看一些轻松一点的消息, 看英国, 在白金汉公消防局, 四架消防车紧急出动, 所为何事呢? 原来就是去了贝利亚家族救火。 贝利亚家族为什么又有火警呢? 原来是烧烈面包。 话说贝利亚的老婆彭切丽, 他在白金汉郡的郊区Wooten Underwood, 17世纪的别墅里, 帮家人准备早餐, 不过不小心把面包烧烤了, 搞到屋里的火警的警钟响了, 四架消防车接报就急出动。 白金汉郡消防和救援队就表示, 消防人员已经告诉贝利亚一家, 有关防火的安全常识。 贝利亚发言人就说, 由于她住的房子有几百年的历史, 都算是一级保护住宅, 所以她屋外的烟雾感应器 和当地的消防队就会自动连接起来。 发言人又说, 其实当贝利亚夫人发言屋里出现烟雾, 没有引起火災的时候, 打了电话给消防处, 不过打了电话的时候, 消防队员就已经在路上, 去见一场就令到彭雪莉非常尴尬, 不过她都很多谢那班消防队员。 白金汉郡消防和救援队发言人还说, 去接到火警之后, 来自Haddenham和Alesbury的三对消防员, 也都前往贝利亚家屋, 另一队来自牛津棍的救火队员, 在半路上接到通知之后就回去。 最后,消防队员就用烟雾灼烟了, 也都跟彭雪莉说了有关消防的常识, 这个事件就结束了。 今天的国际新闻速报来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听, 再会。